上個月二號深夜的一場火 讓老七家石板屋聚落群的安全 受到外界關注 屋主因用火不慎 導致石板屋慘遭注容之災而感到自責 因聚落位在山區 大型水箱車無法前往 現場水源也不足 當時經四個小時才成功滅火 而這場火也凸顯出老七家部落 安全維護上的隱憂 屏東縣政府文資所特別安排實地線刊 希望未來能建立一套石板屋聚落群的 維護管理機制 百年來也不曾發生過這一次發生 那我們也針對這個事件 來檢討它的一個發生的因素 救災的過程 跟後續維護管理的一個機制的一個檢討 能夠來作為以後這邊維護管理的一個 一個參考依據 讓我們這些文化資產能夠永久 永續的一個發展下去 具有文資身分的老七家石板屋聚落 除了居民平時居住使用外 也作為遊客造訪的文化與住宿體驗 文資所希望盡早建立老七家部落的安全管理機制 讓文化資產能夠永續保存 元氏新聞歌社 屏東春日採訪不到 尤其可 尤其是